就是說我們在手機的這一端 在這個像素的成長 已經到達一個封頂的階段 那怎麼樣子再把這個影像質量再提升呢 然後最終的目標是跟這個專業相機一樣 那這時候AI就進來了 OK 這位先生是Gary Huang 他是Xperia的大中華區業務發展資深總監 哇 這麼長的一個拆謀 Gary 你好嗎 你好 謝謝 這是第幾次在MWC上來 這次是 我每一年都會來啦 每年 對 不過這次是第二次 對對 過去三年應該都有來 今年跟去年有什麼區別嗎 今年主要看到就是 AI的那個發展是越來越多 AI發展更多 就是在手機裡頭是嗎 還有別的嗎 不只手機 在所有的 大家會稱為智能設備 那個訊號傳輸的設備 也有AI的一些應用在裡面 或者是在雲端方面的服務也是有AI 那當然我們會比較 focus在手機上面的AI的應用 那除了AI以外 還有什麼別的趨勢嗎 當然這主要趨勢還是5G啦 5G這樣 因為過去的三年 三年前開始在推廣5G 那一直到了 這三年到了 今年看起來是說 5G主要是 在設備上面可以得到更多的數據 那我們今年慢慢看到就是說 當大數據來臨的時候 加上有AI的技術 那可以提供什麼樣更多的 新的服務新的應用 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大家的問題都是說 5G什麼時候會來啊 在這一次的展覽裡面 聽到專家在講說 5G大概應該最快明年下半年 明年下半年 對 那我們勢必就會看到說 那在終端的device上面 看到有5G上面這樣子的功能 有更多的數據的傳輸 那在device端就需要更多的 大數據處理的應用 會慢慢的出來這樣子 很希望馬上出來吧 對你來說 東西方市場之間 主要的行業差異是 我在看的 因為我本身是比較負責在 這個中端device上面的 手機這邊為主嘛 那我在手機上面看到的 主要的差異是像 大部分還是蠻類似的 所以大家都是focus在 大數據的傳輸 大屏幕的手機 那可是今年最主要看到的是 AI功能的實現 那在西方的市場 可能沒有會去特別的說明說 這個是AI功能 不過他會說這個是一個智能的 新的應用 就是label有點不一樣 對對對 那在國內這邊的手機品牌 通常都會label說 我們現在這個是新功能 是AI的功能 這樣子 那這些功能都是一樣的 就是這種marketing language 有點不一樣 對對對 所以說明這些consumer還是不一樣 對consumer來講就是希望說 手機本身可以提供更聰明的服務 那廠商透過AI這個label 可以來提前出來這個需求 這樣子 那咱們說一下mobile image 請您具體來說一下 這個移動裝置的成像技術發展趨勢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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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回到今年最主要的趨勢還是AI 尤其是在影像處理這方面 這個領域 那在談這個之前呢 我想先提一下就是 手機的成像的發展史 大概在二十年前 第一台手機裡面有了這個camera 有了這個相機在裡面 那當時是一個低於一百萬像素的 這個image sensor 所以大家拍照是好玩的 就說我在手機上面也可以看得到 拍照出來的影像 對 可是慢慢的這個十年的這個過程中 就慢慢看到一百萬像素 兩百萬 然後跳到了八百萬 然後甚至於Nokia那時候有一段時間 出了這個四千一百萬像素 那那時候的主題就是說 我在這麼小的手機的Device上面 怎麼樣子可以拍出跟專業攝影師一樣的效果 不過在手機上面 它就是有它的限制它的limitation 因為你的感應器跟專業相機比起來 就是有好幾倍的差別 Hardware can you be too 對 所以這時候就是需要透過一些新的技術 來實現這個部分 那今年看到的就是說 我們在手機的這一端 在這個像素的成長 已經到達一個封頂的階段 那怎麼樣子再把這個影像質量再提升呢 然後最終的目標是跟這個專業相機一樣 那這時候AI就進來了 那也剛好連接到我們今年主題 5G跟AI 因為你AI的這個方案最主要就是 它是透過這個深度學習 所做出來的一個解決方案吧 那這個深度學習它最主要需要的就是數據 那我們可以透過以前的那個網路傳輸的速度比較慢嘛 你要收集用戶平常在可能拍照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使用方式的一些數據 會來的比較沒有那麼便利 不過當5G的來臨 那大量的這個數據的傳輸 加上AI技術的發展 這個兩個部分做結合的時候 我相信在這個 算是Mobile device上面的這個成像技術 會有非常大的突破的這個發展 你說這很有意思 因為一開始有手機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 哇 有個手機可以打電話 對 很好玩 然後又可以拍照片 可以開照片 很好玩 但現在我們好像是在一個未來的這種想法 就是說 不是用手機受這個手機的限制 想Outside the box 這個手機以外 Device和Hardware以外 還會有什麼可能性是吧 對對對 那還有另外一個趨勢 就是 尤其在手機這邊 我們現在看到人臉識別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技術 那傳統的人臉識別呢 它沒有透過AI的這個深度學習的算法來做 那它的安全性可能就沒有來的那麼高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新的主要的手機品牌 都有推出這種3D的相機 3D相機就是說這個相機本身 它可以去感測到這個深度的數據 傳統的相機只能拍2D的影像 那我們現在多了深度的訊息的話 我們可以去更精準的識別說 現在這個相機看到的物體 是真人還是假人 所以這時候你在做人臉識別 就可以做的安全係數來得很高 那像我們在市場上面看到 第一個推出這樣方案的是 美國的蘋果手機 那這次在MWC上海 我們也看到說Vivo也推出了這個TOF的相機 對不對 他們在展場有這個TOF的相機在掃描這個人像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3D相機的應用 會慢慢的發展這樣子 那幫我們講一下就是比如說這個筆 然後要是給他拍張相片 怎麼能看出來是2D還是3D 要是真是看照片會有什麼區別 看應該是說這個3D的這個數據呢 這個訊息其實是不是給人看的 它是要給你的相機看的 因為相機要根據說這個3D的影像去決定說 要提供什麼樣子的服務 或是照片可以拍得怎麼樣子拍得更好看 我舉個例子好了 像我們現在在這個手機 美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對不對 每一支手機原本在從亞中這邊開始發展了 不過你可以看到現在 在連西方國家的這個手機品牌裡面也都有美顏的功能 那美顏的功能原本是只能根據2D的訊息 就是照片的訊息 我們去分析說這個圖像裡面的人像是男生還是女生 那它的五官大概是什麼樣子的類型 然後去提供一些美顏服務這樣子 那可是我們要怎麼樣再提升到Next Level 到下一個階段 那我們這時候3D訊息就來了 我們可以去模擬出來一些專業攝影棚 所創造出來的燈光效果 像怎麼樣讓人像看得更立體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燈光的來源 從左側打下來或是右側打下來 來讓這個臉產生一些陰影 然後臉上看起來更立體這樣子 對那這時候你就需要有一個3D的訊息 那個相機的這個算法才知道說 那這邊的陰影要燈光要打多少 然後才可以產生多少的陰影量 甚至於說原本沒有陰影的地方 我們也可以把它創造出來 那這時候臉就看得非常地立體 好好好 就是有點像現在很popular那個功能 就是portrait mode 對 就是想把這個主要的subject看得特別清楚 後面虛 對 就是人的眼睛還是想看一個 就是我應該focus在哪裡的 是是是 那甚至於這樣子的應用 還會放在說我可以拍一張照片 然後完全把人像咔出來 然後貼在另外一個背景 所以你這個照片會看不出來說 我原本拍照的位置 跟實際照片成像出來的場景會完全不一樣 對這也是可以透過3D的相機的應用 然後來實現 沒想到2018年咱們是看的是 相機上面有點手機功能 原來都是手機上面有相機的功能 現在是反了是吧 相反了 Garry 那你現在用的手機是什麼呀 我現在用的是三星的手機 我看看 為什麼選到這個手機啊 這支手機 因為它主要它有一個這個 紅膜辨識的功能 OK 對 所以說在做解鎖的時候 它會有最高規格的這個 安全系數 對 因為我們一般的手機現在最普遍的是 這個指紋辨識 去識別說這支手機的 擁有者是誰 可是其實指紋辨識的安全系數呢 它的性數跟紅膜的安全系數 是有大概100多倍的差別 100多倍的差別 所以說因為每個人的紅膜都是非常的特殊 那我們透過紅膜可以去做識別的話呢 那它是可以得到非常的安全 那這個手機已經有這個功能了 對 那怎麼用啊 怎麼用啊 它在 看一下 對 所以說當我在做解鎖的時候呢 它上面會亮起來一個紅膜 紅外燈 那透過這紅外燈 然後它還會有個 那個 那個 檢測紅外燈的這個 攝像頭 那它會去 去辨識我的 眼睛在哪裡 然後再把這個紅膜的 這個部分 去做這個對比 去決定說 那我是不是我這樣子 嗯 明白了 哇 好 那MWC今天是最後一天了 還有什麼要需要看呢 在外表 我覺得 還有 現在這次的展覽好像有蠻多的這個VR的 這個器材 對 所以我還對這方面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還會再去看看這個VR的一些新的應用 好 那我帶你上HTC去吧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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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